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期的杂志718期真的是天下杂志内容真的很精彩 那他的标题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最近真的无电动车不欢 所以你买台积电不先赚钱 但你买电动车概念股 你要亏钱几率是几乎等于零 所以这篇杂志当然就引起了杰明的关注 当然也特别请我国真兄在把忙之余要来一趟 国真兄在还没有讨论这个电动车之前 你最近在追一个大消息 对你在追什么大消息 因为4月1号曾经是台股股后升级股王康有 在愚人节当天下市了 那对于台湾投资人来说 其实是曾经有500亿的市值 那有一万多个人也受害 因为血本无归 所以我去接了一些受害者 那挪威的中央银行也受害 新加坡一些基金也受害 所以这件事情对于台湾的资本市场 不管是对投资人的信任 或者是对国际法轮对台湾的信任 因为毕竟他曾经是一家连续三年都赚一个股本 毛利率超过30 台股曾经是获利率最好的前30家公司 以及中型100的代表个链股之一 对 但是他的财报是假的 他整个公司现在是空了 所以正式下市 所以这个事情是世纪片局吗 因为这是下一期 不是这一期的杂志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请国中兄来这边 也顺便匹庞姐 因为这个内容听起来 你如果在看下一期杂志 是看完之后 你会从内心深处有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怎么康有的水有这么深 等会我们会用第四节的时间稍微小提一下 因为真的内容还是要等这个杂志上市之后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好好聊 因为其实我刚刚有稍微晚一点 是因为我跟国中兄讨论到康有 我就不能不能质疑 就很想要继续听下去 因为内容非常精彩 不过我们今天主题 既然大家开车在路上走 所以我们今天谈一个主题 叫做电动车的护国群山崛起 那我们知道前阵子 这个国发会的主委龚明星 被这个高嘉瑜质询 我们先不讨论你对高嘉瑜的看法是如何 因为有人很正面 有人很负面 有人是没感觉 好那高嘉瑜 其实我坦白讲 在立法院的这个问证 其实蛮犀利的 只是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眼光来看 我坦白讲 我对于高嘉瑜的这个 任何一场质询呢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算是非常认真的一个立委 那他在质询这个龚明星的时候呢 就问了一个问题说 除了台积地位 下一个护国神山是哪一个 那这个问题呢 竟然把龚明星给问倒了 他支支吾吾不知道该说什么 然后就也不知道讲什么 接着第二道题目 高嘉瑜问说一句话 那AI智能会不会是台湾下一个护国神山呢 这时候龚明星又 对高嘉瓏 他就回答是高嘉瓏 高嘉瓏是AI智能 我也佩服龚明星的智慧 高嘉瓏是AI智能 好好算吧 好那表示这些 这些主委你们心中呢 他没有台湾 没有想到台湾在生计产业的一个蓬勃发展 其实我们在之前访问天下杂志的时候 也曾经讨论到台湾跟韩国的生计产业的变化 特别在这次武汉肺炎的病毒 就是新冠状病毒的发展当中呢 其实这可以见到台韩之间在疫苗上面的较劲 那这部分我们台湾很有机会 另外一部分呢 当然就是电动车啊 难道电动车台湾不能成为另外一个护国神山吗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议题呢 就要请我们国真兄来讨论 那么在718期 也就是11月 应该说110年3月10号到110年4月6号 所发行的刊物 如果你现在在假日 你觉得没事的话呢 这本杂志也可以让你研究一下 搞不好里面有些股票 也可以让你赚很多钱 所以我先请教一下 国真兄为什么突然之间会 这么大一个标题 因为内容真的很精彩 第一个其实是我们观察到国际趋势 一个趋势很明显 如果大家有在关心美股的话 特斯拉应该现在只剩500多 800多跌到500多嘛 那我们不评论它跌下去的原因 但是有另外一家公司也在大涨 叫做福斯汽车 最近也说要 做电动车要大涨 所以我们就去搜集了全世界26个字母的汽车厂 想要做汽车的 以及韩兴创 这个是有趣的 26个字母 26个字母 我们全部都查了 就列出一个表 因为太长我就背不下来 不好意思各位听说 像F就是Ford 对 那T就是特斯拉 对 F还有一家跟 法拉利吗 还有没有一家叫 Futures 对 跟我们鸿海合作的 合作的 对 所以其实 你看一个法拉利 以前这个乐视做的 没错没错 那当然比较 特别是G开头了 G有 这个通用汽车 对 GN他们现在也好像 在这部分也要先努力了 所以也就是真的从A到Z 很多公司 对 表格实在列太长 我是背不下来 是每个字母头都有吗 几乎都有 真的 已经看 真的是 所以我今天 我前几天在说 这个电动车 已经变成杀戮战场 已经是 大家是绝命 绝命官司 因为现在每个都在拼 那最近消息是特斯拉 竟然跟丰田要合作 也非常意外 这个我超级意外 我超级意外 不过这代表一件事情 是过去大家都说 大传统大车厂在打假球 现在是真的认真下来踢球了 背后原因是什么 应该过去几年 因为我们如果去研究车厂的话 它其实车厂最赚钱的部门 还是燃油部门 它毕竟它的整个供应链 它整个体系 都是靠燃油这个体系 去发展出来的 我应该更明确讲 以德国来讲 德国其实宾市很大之外 大家要去看 它整个零组件供应 以内燃机为主 也是德国一个很大的命脉 例如Cantinato Bosch这些业者 其实占它都很大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说 要这些人隔自己的命 其实是困难的 所以过去人家都常常讲说 你一直讲说 你有电动车 可是你其实没有下定决心 因为你怎么可能 把自己最赚钱的部门 跟原本最大的利益的部门 给完全砍掉 那只有一个人 来颠覆那件事情 就去年的特斯拉 特斯拉这样大涨之后 让他们觉得说 我们再不这样做 市值都已经被人家超过了 人家现在手上有的是钱 所以今年开始 就不打假球了 所以我们天下就看到 这个重点就说 Apple做不做汽车 没关系 现在连小米也说 要做汽车 听完数字要做汽车 而且小米还讲一句话说 老子有的就是钱 对不起我直接翻译的 哎呀 这么霸气啊 因为我们以前听说 他们都只是打算 切入是自驾系统 但小米说他也很霸气 要做自己要开工厂 自己做车子 小米是完全没有做车子经验 你说红海 哎红海至少还有这个 玉龙在帮忙 对不对 他在这个各个国家 都有不同的车厂 跟他合作 在中国是跟吉利 吉利是做车的 那在台湾是跟玉龙 那据了解 四个国家都有 是真的做车经验 小米是直接宣布 他自己要开发车子 他是要跟 做特斯拉第二吗 那anyway 我们就会看到 又多一个M字 对也是进来了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大厂不踢甲球 新创也都进来 大家是战国 刚才杰明也讲得非常好 因为杀了会杀红眼 连Toyota都进来 做平价车 这也看不懂 没错 跟特斯拉合作 对 那第二点 我觉得看到另外一个 而且特别是丰田 因为丰田在去年以前 还说电动车是甲球 他们就继续发展 油电混合 对 然后将来未来趋势 是氢能源的电动车 电动车根本不是主流 那当然考虑的原因 是因为电动车的电池的问题 认为这个电池 事实上会有大家就是 不安保的问题 所以丰田一开始就不认为 但是没想到说 在去年到今年 尤其台湾电动车成长幅度 超过十倍以上 全球在高速成长的时候 丰田改变了 今年第三季 据了解零制的电动车 就要扣门三百一 所以而且重点在这个地方 丰田立刻又跟了 他们另外 日本两家 一个是日野吧 一个是另外一个是 什么零的 那么要合作 而且这些公司又跟很多人 公司合作 那福斯跟福特 两个F开头的 也合作了 这也是我非常 非常夸张的一件事 福斯跟福特也合作了 他各自拉帮结派 现在特斯拉也要跟丰田合作了 所以整个 你观察这个状况 会越来越剧烈吗 对 这个绝对是可能 就是我用 最近那个鸿海的法说 刘洋伟说的 预估又提前了一年 对 对嘛对于他来讲 他看到电动车开发结果的时间 MIH开发结果的时间 往前延一年 2023年 对那不更早就两年嘛 然后所以整个爆发期 可能会更快 那这个是已经我们看到的趋势 所以我们天下又去整理一件事情 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 我打来唱 你真的会觉得到2023吗 他们阿兜西都已经在三月面出来了 会再拖一年多吗 我觉得不会 但是他所谓的 他应该很保守在说这件事情吧 对 因为他跟郭董有一点 我们目前看起来 刘执行长或刘董事长 他其实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 坦白讲他个性看得出来 稳扎稳打 而且讲话 不会太 就像你看那时候 那个什么云 那时候鸿海 郭台铭不是说什么几个云 什么几个什么东西 我讲一大堆 结果大家也不知道 你也写公下 然后最后没多久 他就下台换牛羊尾 另外讲话很简单 就是要发展电动车 然后我有40国家 1100个厂商 而且要私募基金 已经要帮忙了 数字多少 成长多少 他就是有什么 就说什么 所以他讲2023 其实我有一个 我有套一句日文 哪你 真的吗 我真的会到2023年吗 那当然这里面有关键点 就是他要跟这 1100家磨合 但是他也暗示一件 钱不是问题 因为私募基金钱进来了 现在透露消息 他可能在美国 会不会洗个设工厂 你觉得他有可能在哪个地方设工厂 北美会是一个很有机会的地方 北美就海墨西哥 对 因为北美有只有贸易协定 对 所以北美是一个地方 再来亚洲的话 当然还是很希望台湾的产能能够利用 我为什么会讲台湾的产能 是因为 是玉龙在苗栗的产能 其实并没有充分的利用 当然 对 那台湾其实很有机会 做一个demo 或者是适量产能的地方 是 那另外一个其实也是汽车界 常常在讲的是 中国大陆产能是过剩的 所以买人家产货策略合作 或者是进去管理 都有可能 未必一定要设新厂 这个是很多人在提的 等一下你说一个重点是 中国的电动车有产能过剩的问题 整个汽车产业的装配线是产能过剩 就是他们开了很多产品线 对 他们开了非常多的装配线 这些装配线是电动车还是一般的 一般的汽车 后端的 后端的组装工厂 其实后端组装是一样的 是 所以他的产能远远超过3000万辆 后端的组装其实是一样的 对 只是前端的作业不一样而已 所以他的MIH的执行长 郑显聪 其实是未来汽车来的 而且他当年是在福特的制造部门 在中国大陆盖车厂 所以他是很了解这一块的 所以 对郭台铭而言 他不会找富士康来做了 这个我不敢说 但是富士康是不是会support他 这是有可能的 那中国闲置的后端的组装厂 其实是很逗我的 所以对于郭台铭来说 他到底去中国是对还是错 只能说就地供应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必须要思考 大家可能也要对新疆棉一件事情 可能要理解 最近南方涨停板 对 新铅表现不错 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我就提过这个议题 就是以后的供应链 可能中国的衣服 新疆棉供应 中国以外的埃及棉 美国棉供应 那其实台湾的供应链 已经早就做好准备了 真的 我知道南方他在越南的工厂 这次真的是苦惊甘蓝 因为他一来的就是 去年就做了 对 美国棉跟印度棉 所以正是非常巧妙的 躲开了这次新疆棉的杀戮战场 我要回答的是 你中国大陆必须得要 供应自己的市场 这件事情是存在的 是 那他在中国设厂是供应中国市场 在北美市场供应 北美市场 在台湾供应其他市场 可是你这样讲 因为我担忧了 如果他的所谓的 就是后段这部分 是产能过剩的话 那电脑在中国 会不会变成是 另外一个杀戮战场 一定是 所以这个利润 恐怕就没有 那么的好了 但贸易对抗这件事情 我觉得中国就中国 中国以外市场 应该是这样分开来看 是 所以很可能会在中国生产 然后卖到全世界吗 这个概念是 我觉得不太可能了 不太可能了 对 不太可能 所以为什么不可能 这个问题 我觉得好好思考一个问题 因为好像这个 特斯拉在欧洲 也遇到了劲敌了 他在美国 有美国本土的汽车 也开始崛起了 在亚洲 他遇到了丰田 在中国呢 似乎 最近有数字 好像特斯拉 已经不是中国电动车 销售第一名了 有一个兴起之秀 我印象有这么一件事情 已经毕竟特斯拉的销售了 所以这里面背后 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那到底红海在这个已经杀成红海的 已经杀成红色 红色红海 红海杀到红海 两个不一样 另外一个是颜色的红 就表示市场已经是杀戮战场了 我们称之为就是割喉战 我这样讲没有太早 已经发生了 那这个情况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商机 我们都要好好谈 所以整个内容 你们花了多少时间来调查这样的讯息 我们光把整个 这当然跟杰明聊了 前半段我们把它做完了 花了一个多月去研究出 整个A26个字母 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那对台湾呢 大家其实关心的是 台湾的机会在哪里 那MH其实刚才杰明也说 有一千一百多家嘛 那事实上我们其实 当然加入MH跟以后就属于MH 其实我这里要跟各位听众 可能解释不一样 因为我实地去采访 我讲到 我听这个时候讲这句话出来 不能指明道姓哪家业者 帮我们跟认识的汽车厂 不代表我们 好到底这句话关键是什么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会我们再听我们国真解盲 欢迎回来新闻 Bunking三位杰明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我们这个国真兄 那他今天带来的是 邪腾腾 就是电动车护国神山 这议题 那刚才讲到 他访问了一家 这个汽车的制造商 说出一段秘心 但这个秘心 大家很好奇 到底这个电动车 怎么会说 我又不是跟郭台铭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把我练到MH 然后讲到一些故事 我觉得刚才在广告的时候 我跟这个国真兄 谈了一下 我觉得非常精彩 一定要跟大家解读 不过就话说回来 其实我们在广告时间 还讨论一个议题 就是新疆棉 他也是对于去年 他们已经有 去年的天下杂志 早就预告 台湾的棉花 早就已经分为 中国跟非中国 清楚了吧 所以 以后可能也会这样 所以那时候天下杂志 我记得好像 我们也有讨论到这个议题 然后也有我们的听友 就是财富王德佛的朋友 也真的跑去买南访 然后在去年底的时候 南访并没有涨 他就问我说 南访该摆还是放 我那时候好尴尬 我只能说纺织业一定会上涨 我就这样回了 就我不知道他们卖掉 那如果没有卖掉 恭喜你等了三个月 是有价值的 因为这等待 就让你是一根两根 三根涨停板 我觉得是令人感到开心 好 那这个有关这事情 如果有空 我们再继续请教国中兄 对于他神预测 不是神预测 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对 但是对很多人不知道 就要预测 那这个事情 当然我也从我们国中兄 爽朗笑容当中 也看到他真的是高瞻远瞩 非常厉害 没有 只是去问新闻 对 好 那我们就回到 刚才说你去访问了一家 很关键的公司 我们就顾应其名了 他是怎么回应的MIH 我就问他 当然问 因为其实我们好奇 怎么这么多人交由MIH 他讲出意见 但我也关键的话 我们加入MIH 其实就像透过一个 大家交友平台一样 相亲平台 你说这1100家 其实交友平台 对 我们认识了一个国际大车厂 或一个新创公司 例如小米好了 小米来谈嘛 可能都会谈 跟鸿海谈说 能不能帮我代工车子 那参观了一下之后 我们跟小米谈什么恋爱 不敢跟鸿海的事情 就是他们其实是一个 松散的一个组织 也算 如果大家能合作 当然是合作嘛 每个 那就他就变工艺商嘛 对 那我们也可以跟 独立跟他合作 并没有任何的限制 其实鸿海不是这样吗 他华创也是 自己也是跟育龙合作 然后把这个 他的这个汽车的平台 底盘也是卖出去嘛 只是MIH是要整车制造嘛 对 这两个是差别在这边 华创跟MIH到底 差别在什么地方 MIH应该是 算是一个平台 任何一块都可以 跟人家合作 是 那华创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服务 来运动集团 对 他其实目标是做出整车 而且属于台湾自己的 国产的电动车 对 对 那这两块应该是 分的比较清楚 可是华创他也有卖到中国 他的这个汽车底盘 对 就是他 其实他在中国 也有做电动车 应该这样讲好了 这又回到另外一家 热门的公司 叫东元 对 东元 这个ETG今天很热 对不起 你有什么观察重点 扯到东元是因为 东元也加入MIH 纳智姐在中国推出的 第一辆电动车的马达 动力马达 就是东元做的 哇 所以你不能说 东元没有做电动车的马达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 他开始纳智姐在推的时候 其实在中国的 用的不是核大的 用的是东元 东元的动力马达 也就说东元其实 核大做齿轮 结束齿轮 就是电动车其实是没有变速箱的 跟东元的马达是不同的事情 搭配刚好是成一组 对 所以东元早就跨路了 而且就回答见面了 华创其实他其实是目标 在中国他也卖平台 可是他最大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做整车 所以已经是跑一段时间了 那台湾的部分是市电 市电 有分开 对是分开的 我要回答的是 台湾的纳智姐 电动车用的是市电 会不会是因为市电没在中国 那时候是标的 那是分开的 分开得标 对对对是公开的 你都可以来合作嘛 你谈条件嘛 你供应我 那我们怎么去测试 所以美国层面来讲 MH其实也是一个练兵的平台 那我们大家加入之后 其实我们都可以去研究说 我现在我自己的产业上面 能不能够做出 提供什么 对 所以我们就天下就开始去查 其实这也是 我回答 简明一开始说的 明星广主委的事情嘛 其实台湾真的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国家 我们试着去分析MH 一千多家业者里面 其实有十家 大概有八家 其实没有碰过汽车的 嗯 一定的 对 他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些机会 对 或者是他本来不是汽车供应链 对 那为什么本来不是汽车供应链 要加入MH 才发现其实 所谓的电动车的革命 其实它不是一个汽车厂的事情 对 而是整个产业链的大改变 对啊 因为以前的汽油车 它的供应链是稳定的 你要打进那个市场里面 是男上加男 你想一部车要开十年以上 所以你的 你的任何的零组件 必须要十年以上的 耐磨的效应出来 那你家公司可以撑十年啊 撑到十年 如果东西卖部就倒掉了嘛 所以这个情况下 当然给这个 给这个 新的电动车给个希望 我就不要走 这个传统的汽车的架构 但是和 那个特斯大已经有十年 所以特斯大的这些供应商 应该更具有竞争力吧 对 这是第一个嘛 可是第二个其实是 一辆车子在进入所谓电动车时代 虽然它的零件变少 可是它同时又具备了两个东西的存在 引擎的改变 就是变成蓝油电所谓的马达跟电池 那再来是有非常多的科技设备加进来 所以我们就去了一个地方 其实我们也没想过我们去的大渡山 去拜访了上营总裁 作用 结果我发现 他最近很好 哇 脸色很好 他很开心 你没有想过 当变成电动车的时候 其实以前的所谓的转向系统 可能各位听众你现在正在开车 你要转左边右边的话 以前是一种机械油压式的转变 对 那个其实是靠引擎耗电耗很多 对 可是变成电动车之后 就要吃电啊 他吃电要省电 第二个他要自驾 所以他的准确度要要求很高 所以他里面竟然用了滚珠螺杆 哦真的哦 不可思议耶 转向是用滚珠螺杆在 因为他是所谓的 应该我们用 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以前叫传统车床 因为滚珠螺杆就是做那个机械背的变动啊 以前都是气压油压 他是可以只用滚珠直接去处理啊 或者应该讲精准定位 哦 精准定位 他做的有比人精准嘛 对 精准定位 数位控制 怪不得去年的时候 外资是买 买这个 买这个上瘾的股票 可是看他EPS 坦白说我们这种是基本派的人 基本派就是看不太懂 看你的获利 看你的这个基本面 他就怎么本益比应到二三十倍 三十四倍 四十五十倍 怎么可能外资平民买 我那时候就不能理解 现在答案已经揭晓了 他拿到多少订单了 所以光德国车厂就让他很苦恼 德国的车厂就找上门来跟他说 我一口气要五十万辆车的转向 五十万辆 然后接着跟他讲第一句话 这个其实是 前菜 是单 对 我们目标是2020年你要给我两百万 这只是一家 你听完之后 上瘾那时候没有买 两百万 是很多人的内心的痛 所以左董就苦恼说 我半导体也要我的产能 怎么办 这个要我的产能 所以我只有毛利率最好 我才做嘛 对 所以现在是订单求上瘾 不是上瘾求订单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工具器大厂 现在就有上瘾了 拿到这个订单吗 对 所以我们再去 当然你说工具器大厂 可能是间接拿到所谓的 的 所谓的机械加工啊 做汽车轮轴 我说的是那个必胜 雅德克 当然如果 我都叫他必胜克 其实是雅德克啦 我都叫他必胜克 因为他一定会胜 当然会因为你只要电动车要精准移动 都要用到相同的设备 所以大家在追的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怪不得这两档股票在去年 其实工具机很惨的时候 股价一直往上涨 现在经过我们国真兄的回答 我们终于知道答案了 这是左总裁的回答 我没有那么厉害 因为我们是到现场去解答说 为什么你也在做MH 也在做电动车 我就给你看 我就现场转向给我看 这样左总裁很不公平 他只跟你讲 其实我们在媒体上面 真的只是他只淡淡的讲一句话说 他有电动车订单 但他从来没有讲清楚说 这可能会到200万辆的订单 就200万套 而且这个他产能念不过 怪不得我们前面看到 那核大不断的扩敞 然后那个南部一家知名的 这个长春石化 他做铜箔基板的 也在扩敞 而且扩敞速度非常惊人 其实背后都是来自于欧洲的订单 对而且就是杰明说的 其实台湾有一千家相关的业者 都有机会 我再去长性化工 大家没想到 长性化工跟电动车什么关系 对长性化工不是做年拙计的吗 对你讲非常对 做年拙计 年拙计跟电动车有什么关系 我也觉得很好奇 因为MH也有它 所以我也去这家老牌 营收大概十五百亿的老公司 他就是一家 你知道就是你永远就是 看到他就是这个样子 他也不会给你 很兴奋 很兴奋 但也不会让你失望 那你做到股东呢 就每年过零零鼓励 你想从他股票里面赚到钱呢 要有耐心 对 基本上应该是不要去期待 细水长流 对 不要期待你才不会有意外 但是你说他会大跌 不太可能 他每年就是配这个EPS 每年就长这个样子 因为他的客户就这么稳定 所以通常这个我的字典里面 是不是有这家公司 好 那长青万工跟你怎么跟你说 对 所以为什么要讲长青 就会觉得 这么不让你 有点那种冲撞 对 我去的时候连着记 他就说 你知道连电动车 如果离电池是要封装的 对 光一个胶 他有什么学问呢 我现在用很粗浅 因为各位听众 如果你很专业 我只能用粗浅的理解 他就说 当你能量密度越高的时候 电池是会膨胀的 是 一膨胀 其实他的寿命是会简短的 所以里面的胶跟储水剂 是专利跟学问 是 所以当你从300公里 续航力到500到600 用的胶是不一样的 原来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碰爆的关系 其实碰爆也是 那个郭泰明认为 他将来MH秘密武器 因为他将来的发展电池 是不会有碰爆的问题 是固态电池 长芯就是要做这个材料 如果他有专利 这就是加入MH的好处 长芯当然很多细节 我们听也听不太懂了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 对 化工的事情也不是我专业 他就举一个例子 他跟友达成立一家 达芯材料公司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EPS都表现得不错 股价大概有时候100多 所以长芯虽然不让人兴奋 但是他跟友达 弄了一家达芯之后 其实很成功的 他讲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达芯会成功 是因为有客户帮我开始实验 如果台湾能够自己组一个联盟 好好去实验每一件事情 那我就可以做得好 长芯总共在全世界有4000个员工 台湾就有2000个 其中有600个是硕博士的研究员 所以这个研究能量是很高的 我们以为这家公司不大 但是其实很大 对 因为它就是一个老字号公司 稳稳的新闻媒体 你看不到任何有关消息 也没有什么公司派 这个市场派 也没有什么家族纷争 就是一个很稳定的公司 老字号 然后也有一些技术 让日本人觉得会撑眼 它就一个很平淡的公司 没想到在电动车里面 它也扮演关键 它股票真的很久没动了 大概就三十几块了 不用太兴奋了 对对对 但是它达行一百多 好 那接下来 我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件事 到底这500代的器里面 软硬体又有什么方向 我们先休息一下 在那边等来 欢迎等来 新闻棒 请商务节影 我们今天讨论是电动车的 护国群山 这个杂志 我其实很想送给龚明星 让他好好的读一下 不要被高嘉宇问 整个傻眼 如果他今天听到我们 这个天下杂志的大作的话 或许对台湾会更有信心 因为从这篇文章里面 我确实对台湾真的有信心 我一直都对台湾有信心 那这几年信心更强 我们已经不是要叫 一颗苹果救台湾了 会不会是 全球电动车来救台湾 这是国真这篇文章里面 很重要的概念 其中你有谈到的 就是这家最近 长很凶的嘉宁科技 对 我其实我也很纳闷说 为什么台中的光学聚落 跟这件事情有关 其实我们台中 其实有大力光 有光学聚落 先进光 还有郁金光 还有亚光 那他们其实是两大系统 嘉宁其实是一个 命运蛮悲惨的公司 怎么说呢 其实是一个时代下的眼泪 他以前是做的是数位相机 单眼相机 可能我跟杰明这种联系 还知道什么叫数位相机 我知道啊 但是现在很多小朋友 他们不知道啊 拍照就是手机 对 没错 我们知道数位相机 还花钱去买了 所以Canon的 都是这家公司做的 所以他是Canon转出来了 我的天啊 嘉宁嘉宁 对对对 就知道 那嘉宁就很惨了 我去的时候才发现 世界三大自驾车的车子 都用到嘉宁的晶片 而且一辆车进来 用这么多的晶片 晶片 那四驾 那三大就是包括特斯拉 在内的三大自驾光学晶片 自驾哦 那我再仔细去问的时候 才发现 哇天啊 这个东西原本是用在这个地方 原本用在哪里 巡异飞弹的导航系统 叫光达系统 是台湾的巡异飞弹 还是美国巡异飞弹 美国的巡异飞弹 美国巡异飞弹 跟台湾买 战斧巡异飞弹 就是用特斯拉的自驾系统 就是用战斧巡异飞弹的概念 跟系统去做的 他必须用 所谓的汽车晶片的 应该讲光学晶片 把它磨成一组的 完全只为了自驾系统 去辨识前面的方向 去判斗 所以就像巡异飞弹 这么的精准跟转向 它的光达技术 不见得是跟家里买 不见得是跟家里买 但是它是有光达技术 至于有没有跟家里买 这个不可能讲 三大其中有一家 但我们就不讲 这个不能说 搞不好美国的巡异飞弹 用的光达技术的产品 也是用家里买 但是不能说的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不是说不说的问题 因为这种是军事问题 但是你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让人家觉得很可怕的事情 它的自驾的精准 好像镜头可以测试到 车子几公尺之内 200公尺 所以西兵前一阵子发生车祸 其实未来如果自驾系统 都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其实是蛮安全的 不过等一下我们可以聊 软体这一块 那家里我听他讲完之后 我才知道 哇 镜片这么多 导车要镜片 你以为导车雷达没有镜片 其实导车雷达是要镜片 环境系统也有镜片 车内也要镜片 因为美国担心所谓的 把小孩放在车里面 或宠物放在里面会垃尸 所以还要一个监控镜片 然后再来是 ADAS就是自动刹停系统 安全系统也要镜片 自驾又要镜片 所以一辆车最起码要50个镜片 然后 发了 5套镜片 最少要用20颗的 发了 镜头 发了 所以为什么家林会 有这样的股价反应 对 我就觉得家林怎么涨 这种股票已经是历史股票 怎么突然今天爆发 那为什么这样的业者 其实台湾都有 所以才回到杰明在讲的 台湾原来这么有趣 是 而且以前没有想过会用到镜片 对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家林 不用大力光 我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 听众可能会问 大力光不是会做 原因很简单 要赖热 对 大力光做的是塑胶玻璃 塑胶玻璃 那这个问题 其实早在4年前的时候 开赌股东会 4年前 5年前的时候 因为亚光 它要积极进入到 所谓的电动车跟车子市场 那因为它用的是玻璃晶片 那那时候就有股东询问 大力光为什么不切入这一块 那大力光是回答得有点含糊 那简单一句话 它是缩小晶片 它不回到这个玻璃晶片 它早就不想做玻璃晶片 所以这个市场呢 而且市场那时候的手机市场也够大 大力光又独占凹头 非常大 对 他没有必要 他没有必要去舍弃这么大的市场 去进入一个当时的小众市场 但没想到这小众市场在短短之间 因为特斯拉的颠覆 变成是大众市场 那大力光要转弯 可能性也不大 佳玲说还没变大众 一个单才30片 一个单30片 一个单才30片 就长成这样子了 手机一个单是300万片起跳 他讲的其实我们赚辛苦钱 一个市单其实30片 对这个其实 因为汽车的款式太多 对 然后一个单的市单30片 蛮辛苦的 但是股价已经开始先动了 对 当然这个市场很大 因为汽车也是几千万六 对 就跟MIH还没有坐车 股价已经动了 这我要回答了 但现在只有30片 所以大力光也没办法做 对 因为他是量产的 他一次300万片 30片 这也不能怪大力光 这个市场真的不适合大力光去做 对 其中海家公司 其实很久没有听到的名字 股价也是闷闷的 在以前叫飞鸿 飞鸿曾经是标股 他跟他的名字一样 但是那个时间已经久远到 我忘记什么时候他曾经是标股 我回答你 因为这段历史 其实也是我们去问飞鸿的时候 蛮痛心的 是你记得吗 对 回答各位听说 我说我第一件事飞鸿是标股 这件事我印象是对的 没有错 这个因为是以前有个王者叫Nokia 然后他专门做Nokia的电源供应系统 所以这已经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了 2000几年到07年之前 我们可以这样形容 对 所以我们还是在这行业久一点 我还记得这些事情 那是这叫时代的眼泪吗 对 当你的专场是供应给Nokia电源系统 可是当世界改变的时候 一下子你失去了所有 没有错 所以飞鸿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了 怎么最近又一月上你的杂志 最近也被处置股票 因为股票涨太多 飞鸿已经涨了 涨很多 对 因为他被处置 我还有看到这则新闻 警示股 那我们去访问的时候才发现 他十年前他也意识到 哇糟了 你就是压错对象吗 对 那等你要转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 别人已经卡好位了 那你能够卡下一个位置是什么 结果他花了十年 烧了几十亿 在做所谓的电动车的快充系统 哇 那现在各位听众 可能大家都在排队 想要买一辆车是保时捷的TICAN 现在还听说还要加价 所谓的加价就是原价 买不到啦 买不到嘛 你要排队 而且苏伊士又堵了 对 车子在欧洲 没错 那买不到要加价 那快充系统 如果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未来就是 就飞鸿想做的事情是 你到加油站加油 大概一分钟就加好油了 快一点的话一分钟 那电动车充电 大家都说要好几个小时 对 有没有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跑500公里 台湾头跑到台湾尾 飞鸿就是推出了这样的 急速快充系统 对 现在我们看到的保时捷看到的奥迪都是飞鸿做的 所以这个因为我其实之前听到消息中国做出来 就是在这个就是五分钟之内好像几百个安培 然后瞬间大电 三百的三千个这个兆兆瓦 好那三千千瓦三千千瓦 因为我们现在电动车大概是三百 最强的大概是不是两百六的千瓦 但是他可以直接做到三千三百万千瓦 三千三百千瓦应该这个数字 所以他可以瞬间在五分钟之内充满五百这个公里的电 那个我是听到中国的讯息 我原来这个事情在台湾也发生了 那时候我看到讯息的时候 小时候中国也太厉害了那台湾能不能跟得上 会不会在电动车领域台湾输给中国 就没想到在飞鸿的角度里面 其实我们一点都不跟中国有任何的逊色 我们要肯定经济部跟公主委 这时候不能再讲好不好 因为台商回流所以这个东西在台南做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因为台商回流鼓励台商回流往上研发 台商回流是因为有他的历史背景 是因为美洲贸易战好不好 不要再严格 对我不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就是令人讨厌的地方是我们老是说实话 我们应该学会 就是应该学会大部分的真正人物说 这个他们好棒棒 可是我其实就是论识 但是你知道吗 当然这是我个人看法 跟我们今天访问的来宾是没有关系 是我个人看法 其实我对前任的经济部门 我是给他真的是给他按多赞 因为他是那种就是哪里有事人就到了 那但是 上班到晚上12点 对 他是真的 他就是你说哪里有事情 你不用讲他人就在那个地方了 而且他对于这个产业的状况 他是辽若之长 他不是是电的专家 他是基础工业局体系 对 他不是只是电专家 如果今天今天经济部长是 还是他的话 我觉得电的问题可能是比较好说的 因为王伟友他是专利宣出来的 他懂什么经济 其实我讲的比较 看一下 我竟然变成来宾卡主持 对 我要回来台商回流 他其实在台南做 而且是台湾自己做出来 不是中国做 我要跟杰明更正的是 台湾其实我们有希望 我要讲的是这件事情 对 好 当然赶快这个要更正一下 就是说 我意思说 其实这部分是跟过去的台湾的经济部长 过去的这个国发会的主委 可能比较有关系 跟现任 我必须说之外有关系 因为飞鸿已经花了十年去研究了 不过回头我讲这件事 我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因为主要是因为狗明星并没有回答到 台湾在电动车里面 事实上是很可能发展出很多的小户口 像这个就很好啊 对 这些 而且飞鸿的技术 我再讲白一点 是之前不是传出来我们的碳化系的技术 被这个中国拿走吗 是我们工研院 他所设计的 总共有四家公司 其他公司去了中国 其实飞鸿并不是在里面 他做的内容其实是接近的 对 其实碳化系我们中科院也有 所以我们还有一分 还有三十 其实我们中科院有技术授权给广运集团的台籍人员 其实也在做这一块 对 所以台湾其实产业链很完整 我要说这件事情 而且台湾其实很多业者因为花钱 因为Nokia倒了 对 不见了 是 他只好默默的转十年 这点其实要肯定他 所以股价已经开始动了 那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家铃股价也动了 那有没有什么公司 其实回来AI这一块 那看起来我要买长新了 我们讲AI这一块 其实我去宏加藤的时候看到一个现象 大家也知道5G要来临了 5G台湾其实是场域步的比较快一点的 对 那这样有没有想象 每辆汽车都可以自驾的时候 怎么跟摩托车沟通 这个好问题 摩托车不能沟通 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其实我们AI台阁大用5G跟宏加藤 宏加藤加入MIH 他做两块 一个是mini car 一块是智慧车联网 把摩托车跟汽车可以做自驾的沟通 然后用快速运算的方式 你开车经过这里的时候 你知道巷口可能有一辆摩托车要冲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提醒互相提醒 避免碰撞的发生 我用很简单的 但是这一块正在做 这就是智慧车联网 所以全世界东南亚印度几十亿辆的摩托车 他如果能够跟特斯拉或是未来Toyota沟通 那台湾反而是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哇时间过得好快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我回来 欢迎登南新闻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我们天下杂志的副主笔 我们李国珍 国珍大兄 我们已经久尾了 差不多半世纪没见面了 那因为天下杂志很忙 就忽略了小吉敏的节目 没有打开一下 我真的衷心感谢 就是每次国珍中给我们都是非常精辟的内容 而且都很到位 成为我在这个正式电视 在做电视评论的时候 我都会引用国珍的内容 下次我一定要说我是引用天下杂志 那这些专业知识 大家就是免费的就可以在这个 开车的时候你去听这些内容 其实对你都 对你我都有帮助 那因为今天电动车内容很多 其中我们要特别提的就是 未来的电动车需要电灯吗 车灯 需要车灯吗 其实台湾 其实我还回来台湾真的很有机会 而且台湾在营营的很快 所以有时候主委要多去了解台湾 多看天下杂志 跟多听杰明的节目 对不用说什么 你就是要常信化工走一趟就知道了 对那我就去提威西 他跟电动车有什么关系 结果我去的时候才发现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就说我们已经在做准备了 十年后的准备 有一天像嘉宁 刚才我们前段聊到嘉宁嘛 200公尺车子都自己看得到 你还要打灯吗 需要人看吗 对啊 你不用打灯了 嘉宁 车子200公尺外的事情都看到了 我还是要车灯去打亮200公尺的内容吗 不需要 所以当启动自驾系统的时候 车灯不用这么亮 不用耗这么多电 因为耗电是车子的电动车味道 最大的问题 对 所以车灯就把它功能改变 里面的驾驶 不能讲驾驶了 车内灯就变成了剧场灯 你可以看电影 你可以听音乐 你可以阅读 所以他现在就做一个黑暗实验室 就整个都暗了 对不起 这叫光学实验室 我用粗显的 就暗默默的一个实验室 开始实验各种的场域 跟各种的状况 这是第一个 所以他现在把灯变成从 所谓的车用的外面灯 变成是车内用的灯 对 所以做电动车其实蛮辛苦的 他就说 那我就问说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他说现在打进国际供应链 你想象力要足够 你不止要卖车灯 要性价比要好 要做的好 还要跟人家说 那你的想象是什么 你要给他们idea 对 你要给idea 所以台湾其实第一个 真的我觉得发现 我去提威西的时候 发现 营营的其实蛮快 比我想象的还快 他已经告诉我 以后没有车灯了 而且我要改车 以后没有车灯 这听起来 我真的也颠覆 我们这老人家的想法 我这个老人家的想法 车没有车灯 这件事完全不可想象 10年20年后 但是如果真的 车子都可以直接对话 车子都可以看到200公尺外的 是要车灯干嘛 你打灯干嘛 对啊 但是方向灯 所以车灯还有个功能 就是沟通的工具 对 所以我要左转 我要左转 所以我们刚才前段 莫登也要 其实车子跟车子之间 车子跟摩托之间 是靠所谓的车流 VC说以后车灯 会变成是一个辨识器吗 对是一个辨识器 也是一个阅读 也是一个剧场 也是一个享受的东西 真的 很难想象的 电动车变很多 但是整个内容 它的基因产业 它也详细的去讨论到 每个突出的产业 这些产业在以前 可能销声逆击一段时间 可能根本就已经忘掉 这家公司 突然之间因为电动车 才发现到 这里面很多宝物 我们刚才谈到像嘉玲 跟飞鸿 特别飞鸿我印象很深刻 在2000年那个年代 它其实是一支标股 这个名字一样 可是没想到 沦落这10年 它却发展出一个 更可怕的事情 叫快充 那快充 急速快充 急速快充 我以前快充 其实名单里面也没有 我好像是新日新吧 我也没有注意到飞鸿 但飞鸿这个状况 确实让大家觉得亮眼 好那我们要转话题了 因为剩下没有多少时间了 因为最近下一期的 一定要来做预告 虽然我还有电动巴士 想请教你 不过我想大家 还是买杂志来看 好那里面有内容 会让你也许会更 对台湾的电动车市场 有更多信心 不过这个最近有一家公司 因为车子到就是财务造假 后来下市一家KY公司 不但它的KY出事 后来陆续续有其他KY 都出现问题了 四家然后总共20家 对所以这个问题 就变成大家在思考 以前KY呢 它的这个配息不用瞌睡 是有吸引到一些人 但不要为了配息 就本金都没有了 那就是一件灾难事情 这牵扯到什么问题呢 你们下一期要做了一个专访 你已经开始动作 非常忙碌 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专访呢 其实我整把整个康友案 就是大概 康友 康友 那他曾经 其实其实他影响力 曾经有多大 他其实是市值超过500亿的 他是台股的股后 他是制药厂商 生计股 他是制药 他是做这个学民药的大厂 那主要在中国 那在中国呢 他是购买当地的制药厂之后呢 宣称其实他可以再做 衣材跟制药部分呢 具有竞争力 那每一年给大家EPS 都是10块钱以上 所以他一度曾经是股后 我们先把康友的背景 跟大家讲一下 对 结果我就发现 其实从一开始 在2013年到2015年 股权转换的时候 就出了问题了 其实是中国的商人 找台湾的人头来当 所谓的董事长 其实他不是台商 回台上市 我们在审议的时候 就发现问题了 甚至那时候的政绩 审议的时候 就已经发生问题了 对 上市的政旗局的时候 在上市挂牌的时候 就罚了群益经理证 扣点数 扣了10点 违规10点 然后罚他三个月不能IPO 那时候其实就已经看到端倪了 那是多久是 2015年的事情 所以2015年 就已经知道 他是挂人头 挂 甲台商 增入支 而且是中国人头 隐藏在幕后 也没有担任董事 其实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 然后股权转换也有些问题 也可以看天下杂志 那接下来我就再快一点 2016年 2017年 来台湾挂牌之后 他还蛮安分的 他可是这几年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开始跟台湾的银行借钱 开始增值 把资本变大 变到10亿 到2018年 我们再去中部的时候 这次大家都知道 中部很多人套牢 套牢是几亿 到现场真的是实地 去问之后才发现 当初的中国籍的商人 王命量找了一些股市的炒手 他们跟我说 其实包含了杨瑞人 也曾经代替来认识他们 那他们跟他说 你王命量 王命量跟这些金主承诺说 你只要现场买我 进场买我的股票 你告诉我你买多少 我现金退 实地价退两成给你 也就是说买 哪有这种事情啊 买两亿退两千万 买四亿可能退到六千万 退佣开始高退佣 在那个中部开始这样去 邀金主进来炒股票 所以所谓大户所担 各位听众你要小心 有这样的现象 而且还压了本票 就是你买了一亿 退两千万现金给你 还给你八千万的本票 来代表来保证说 你不会有损失 但最后是黑赤黑了 可是股价就从2018年的年中 炒到530块 炒到了市值的天价 可是其实是退佣跟压本票 这制造出来的多头景象 我听得瞠目结舌 我在赤本市场 已经1996年进来到现在 我几乎没有办法呼吸了 还有这种方式 我还没讲完 那后来黑赤黑 股价崩跌 因为时间的关系 天下在预告 后来黑赤黑崩跌之后 我们就去问某立委 我们就不要讲名字了 那他私底下 他的一些干部来告诉我说 我说为什么委员股票 他告诉我说 那时候股价跌停打开的时候 是八大行库 请问一下委员买八大行库的股票 有错吗 他的问题是这样 他是先反问你一句话 你知道那时候连续 14根无量跌停 无量跌停是谁把它打开了 他先问一下我们国真 然后国真兄就认住了 认住了 因为没有人去想这件事情 那原来是财讯快报里面 就已经有揭露这个事情了 当天的 答案是谁你知道吗 连续15根跌停板 14根跌停板 打开跌停板的是谁你知道吗 是八大行库啊 结果是金主退佣 买股票拉股票 然后黄文烈 就是康友的人头董事长 倒股票 他总共套现17亿 我们也算出来了 好 这个精彩内容 一定要看下一期的杂志 会让你血脉膨胀 非常谢谢大家收听 也谢谢国真 谢谢 那大家休假愉快 拜拜